不久成脸书的个人资料泄漏风波 引发了很多人对于个人信息的重视 保护客户资料 各位业主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来看林大卫保险智库为您解析 专业的歹徒都会有极大的伤害作用 这个非法分子拿到以后呢 他们就会做一些仿造 做一些犯罪活动 洗钱啊 盗用存款或是资金啊 防不胜防 连银行信用卡公司都束手无策 最后都是赔钱了事了 记得两年前在Arcadia一位女士就亲口告诉我 她自己皮包被抢了 但是很奇怪 在抢了半个小时以后呢 信用卡已经在外中被消费了7000多块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职业犯罪分子 他们做事犯罪是多么的有效率 今天呢 我想来提醒我们做生意的朋友 大家必须一定要保护你自己客人的资讯 做个业主 你要防止客户咨询被盗 第一就是你要自己要做好员工的培训 客人所有的咨询 绝对不能保留 也不能泄露给任何人 有必要的时候呢 你让你自己的员工都要权限分类 一些重要信息呢 不要向每一位员工公开 只有特别的经理或是什么样 而且雇用前呢 一定要签署一些保密协议 公司内一定要做好电脑的保护措施 上网呢 仅限于在公司内进行 一定要严加管理 在家里在外地 是绝对不可以进到公司的电脑的 最后呢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业主 什么事情都有万一的 万一即使你离职的员工 携带了重要信息 并且泄露 或者是电脑中毒 导致公司客户的信息被泄露 公司一定要有一份健全的商业保险 并且这个保障呢 还可以延伸到所谓你所有的咨询泄露了 或者是员工盗卖了 造成业主 或者是你自己的赔偿 这个才是最确实的防火墙了